鲜花印制的茉莉花 它又怎么辨别等级呢 茶配的好花一般是看的等级 就是鸭头等级越高 嫩度越好 它的质量就越好 但是这个是属于绿茶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对于我们茉莉花茶的体系来说 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它的印制的次数 所以新鲜的茉莉花来印制的茉莉花茶 它是将功用的过程是这样的 养一下这个花 养花的过程让花的这种 就是这个舒展度更舒展一些 花香更绽放一些 然后把这个茉莉花茶 茉莉花跟这个干茶把它拌到一起 拌到一起以后呢 利用茶叶的吸附性 让这个茉莉花香慢慢慢慢都汽入到这个茶的这个里面去 等到它吸收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随着这个花香不断的往外释放 它的浓度就很低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茶叶吸附到香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吸不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把这一批香花把它要筛出来 筛出来以后放到一边 到第二天晚上再把它新鲜的花再拼到一起 那三印是这样的动作 对就是重复三次 是的 然后呢我们常规的这个茉莉花茶 传统的茉莉花茶 一般分一印二印三印四印最高可以印到这个九印 其实就是九印的茉莉花茶 其实就是用九批茉莉花来喂的这样的一批茶叶 所以一般来说等级这个墨印的这个次数越高的这个茉莉花茶 它的质量啊 它的等级一定是什么 越高的 那我们消费者呢 因为他没有亲眼去看这个加工嘛 那我们只能通过喝的方式来判别这个茉莉花茶 它是好的呢 还是这个一般的 还是这个高级的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呢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对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质量判断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呢 我们就做了这个茉莉花茶的一个集合装 那这款是三印的 那这款是五印的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三印的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太多的这个什么 白好的 对吧 然后呢 五印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已经是 就是有一定的白好的比例了 等级比较高了 到七印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全部是丫头了 这两个只是一个是小叶种 一个是什么 大叶种 对 但是基本上它的等级肯定是 那你看这个九印的这个 它也是就是 这个应该是用的是 就是福建的吧 就是小叶种的全部是丫头 我们传统的茉莉花茶的加工 它的一旦到了五印 甚至是七印的时候 它里边绝对是不允许出现这个 花的这个成分的 所以它这个 你一个人看等级 一个人看它的这个 花的这个比例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质量的判断 那再往下呢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茶叶的这个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冲泡 一个审平 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来做这个辨别 对 那我们审平的话呢 一般就是这个 这个常规呢 就是用这种 一百毫升的这种审平杯 然后呢 一般是放两个 用这个五分钟冲出来 然后呢 我们出汤 然后我们闻它的香 或者我们喝 喝它的这个汤里的香 然后呢 看看它的香的这个持久程度 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这个茉莉花茶 它的这个香的这个质量的这个高低 如果不知道上面没有标注三印五印 我怎么从喝的角度 能喝出哪个是三印哪个是五印呢 其实核心的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就是香的这个持久度 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印的 我们可能前三号 第一炮很香 第二炮呢 香就开始往下 往下走了 那到了第三炮 第四炮的时候 它的香还有 但是它的浓度就是什么呀 下降的比较快 那五印或者是七印呢 就是你可能喝到第五炮 第六炮的时候 它的香还很什么呀 还很这个浓郁 它可能要持续到七炮八炮 它的香才能慢慢慢慢的什么呀 加下来 所以印制的次数越少 它这个香的输出 它的就是它是一个跳水式的下降 那印制次数高 它的香的输出是一个香味比较什么 平缓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 再到头再慢慢往下掉 比如说头一炮你的香很浓 第二炮香降了一些 第三炮你的香降了很快 那我们就认为可能你这个香的 就是你的印的次数不够多 那如果一个茶叶到了第五炮 第六炮了 它的香还很什么呀 浓郁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高印制的一个什么呀 茉莉花茶 好的茉莉花的冲泡 冲泡的话呢 其实因为它本质属于是绿茶 我们就用这种杯子就好了 那等级比较高的 像九印的这个和这个七印的这个 甚至是这个五印的这个都用这个上头发 就先把水放进去 然后把茶叶再什么 放上去 因为这个茶毫太多 如果直接用水冲的话 它的毫会容易受到伤害 那等级低一点呢 可以用下头 先把茉莉花茶放进去 然后再把水冲进去就可以了 水温的话就基本上就85到95 然后泡个30秒 一分钟 或者是一分半都可以 你给你自己的口感需求 就可以喝了